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秦汉后众农易商重本易末 到宋元专卖法乃至明经的海禁 都是众农易商的表现 众农易商作为中国古代史上一贯坚持的基本政策 深深的制约和影响着中国的历史 那么古代为什么讲究众农易商呢 一项政策能够拥有两千多年的生命力 它的存在必然有其合理性 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我国封建社会会强调众农易商的政策 从各种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 比较完备的体现众农易商思想的便是商鞅变法 在商周时期工商业为官营国有 人们将商业和农业放在了平等的位置 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据《史记》《商军列传》记载 商鞅提出了 力本业耕之 致素薄多者负其身 事莫力及待而贫者 举以为怒 这一思想的提出 使得重农易商政策开始得到关注 并且逐步的实现实施 商鞅重农易商的措施 大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轻农税而重征商业税 即所谓的不农之争必多 势力之租必重 其次 以行政强制手段增加农业人口 限制工商业人数 再者 管制粮食贸易 禁止私商从事粮食买卖 从而达到无力则法切 商切则育农的效果 这种变法虽然有些极端 但是在当时却是十分有效的 为秦国统一也奠定了经济基础 也为后来的王朝所效法 春秋之后 国家统治者重农易商的思想 逐渐得到了深化 如管仲在齐国进行改革时强调 无夺民食则百姓富 牺牲不老则牛马狱 完美的诠释了重农易商的思想和政策 古代历代王朝都将重农易商政策 作为最基本的国策 首先这种制度是我国古代社会状况所导致的 我们都知道战国时期 战事纷飞不断 民不聊生 许多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 对农业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 再加上各种自然灾害 边境侵扰威胁 农民无法安定生活 自然无法耕作农作物 种农便是为了改善这一局面 其次 民以食为天 农业乃立国之本 一个国家粮食是否充裕 关系到的是社会是否稳定 农业经济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状况的兴衰存亡 所以历代王朝统治者都十分看重农业 而工商业对于农业来说 它发展更快 获利更快 私营工商业逐渐形成垄断市场 会引起社会两极严重分化 所以种农易伤也是为了补助农业 维护社会稳定 另外 工商业的发展会让统治者所忌惮 一旦出现几个富克敌国的人 那么统治者的地位会受到一定威胁 为了巩固政权 统治者也必然会采取种农易伤的政策 当然种农易伤也与我国深厚的文化根源有关 中国发源于适合农耕的黄河流域 古人自觉遵守农业的发展规律 使得人们思想相对保守 在他们来看 农为国家之大力 而伤为私人之小力 种农易伤也可以解读为种易轻利 这是对社会风气和伦理秩序的维护 当时的人们认为 商人谋私利相对奸诈 而种农易伤也是为了抑制奸诈之俗 长农业淳朴之风 因此 历代封建王朝都强调 以农为本 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 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 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 对待采用了两千多年的 种农易伤政策 我们应该更加客观 全面的看待 才能更好地分析 种农易伤的政策利弊 汲取经验 弥补不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